别克硬朗现在正在验车中 目前卖的都是这个自动经营版的 官方制造价十二万五千九 落地价在九万左右 在这个价格期间 硬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车还没有来得及洗 客户先验车 硬朗的外观是符合大部分人的审美需求的 预算也不高 开回家也是有面子的 大家好 我是小杨 今天我又来到了别克4S店 今天来给粉丝再提一台别克英朗 关于英朗的这个价格 我想大家都是比较敏感的 关于价格我给大家说一下 最近英朗的整体的落地价在九万以上了 就是每个地方可能有浮动 但是浮动不会再大 如果说有人给你报九万五以上 或者多少钱的 那说明你们当地的价格会比较高 但是呢 现在好多人说 英朗这款车的落地价不是在九万帧内吗 因为现在英朗 大家都知道哈 马上就快停产了 而且过二年之后 目前合资车和国产车的整体的价格区间 都稍微上调了一点点 包括雪佛兰克鲁泽 以及其他的车型像速腾 宝莱你们都知道 我都会给他们说 因为价格会有互动 因为这个是根据一个市场行情来决定的 并不是说 我一个人就能决定这个价格的 而且我帮你谈的价格 就是我报给你的价格 绝对是市场行情里面比较低的价格 不会高于你去店里面谈的价格 但是万事也没有决定嘛 就是哪里便宜去哪里提 还是那句话 价格是来回浮动的 有可能今天报的价格 过几天降价了 或者涨价了 你说对不对 你报过好多粉丝 问我车的时候 我都说 你想要什么车型 什么时候用 我给你报价格 都是根据最近几天的行情来报的 如果说你说一个月用 或者两个月之后 报价基本上只有参考意义 等了两三个小时 终于把所有水域办完了 现在去交车 你把这个里面贴后边 我帮你贴吧 最后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这款车的配置 采用I2B四缸发动机 加6AT电阻箱 然后是双连杆独立全架的 舒适度还是比较不错的 导航倒车影像 皮座椅 LED远离光灯 日间行车灯功能 配置还是挺丰富的 唯一的遗憾就是 没有一键启动和电子手刷功能 但是那些功能 说实话也不太实用 来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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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